欢迎收看第279期 北京不敬音 今天的主题呢 登登登登 完全跟这本书有关 那么还有一个副的主题呢 就是给大家第一次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叫北京 也和这本书有关 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会讲得慢一点 因为我本身呢 今天刚刚的收到这本样书 从2015年我开始构思这本书 到今天八年时间过去了 我终于看到它变成了一本书 所以有点今天刚收到 很激动 我慢慢讲啊 这个期节目可能会非常的长 这个书呢 名字叫《天室》 天空的天 城市的事 天室 一会儿来慢慢讲啊 我先给大家看另一个东西 哎 这个东西 这个我的老观众呢 从一开始看我节目的 我之前的这个后边的背景 有这个这幅字 它放在后面 也有人呢 留言问过我 这个字是什么 我当时卖了一个关子 我说以后再揭晓 因为呢 这个字呢 就是我这本书名 所以今天一块揭晓 就是天 室 这个呢 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 叫尹连成 尹连成老爷子给我写的 在庚子年大雪节气这一天 写的天室 这个字 好 我们现在说回这个书 这是样书 那么国内呢 这是在大陆出版的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估计很快会面试了 现在应该还买不到 到时候能 等到能买到的时候啊 包括怎么买 我会再另行通知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可以买啊 那么正式版的跟这个样书呢 都一样 大小 里边的内容 什么什么都一样 唯一不同的呢 是正式版的 它会有一个速封膜 把这个书保护起来 我这个样书是没有的 运过来也稍微有一点折损 但是OK 好 我从头讲啊 我呢 从小啊 我不太会写作文 我是一个偏理科的这种数学小天才 可以是这么理解 我呢 在上小学的时候啊 后来最后参加这个北京市的这种 奥林匹克竞赛 奥数比赛 得了奖 得了奖呢 去到我这个市重点的中学 在中学里呢 我等于就这样就进入了这个数学班 等于实际上我一直是这种数学 学数学的人 那么文字类的呢 语文呢 成绩虽然也不差 但是作本我一直不会写 直到高中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 这个语文老师呢 我特别爱听他讲课啊 讲这种世界上的各种的文学作品 他呢 每周呢 会给我们留作业 就关于这个一个周记啊 要写 而且非常的自由 你写什么都可以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 就是我可以把我当时心中那种感觉 所有种好的这些词枣 我都可以堆砌在一起 然后打磨这个字句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有点像诗的感觉 也有点像散文 那我就当然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 我并没有去叙事 也没有去描写 这个就是可能我不擅长的 那个时候 我当然我觉得呢 抛弃了这个之后啊 纯粹在这个文字里去做游戏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感觉 久而久之呢 就爱上了这个文学了 所以后来分文理班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文科班 文科班的氛围呢 就更宽松 我们天天就在排练话剧啊什么的 后来几个相好的同学啊 我们七个人组了一个文学社 一起呢 写一个武侠小说 每个人 今天你写啊 写完了 给另一个人 拿回家等于就顺着这个剧情 每个人往下写 当然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那有人模仿金庸 那我就是模仿古龙的那个风格 后来呢 这个事情呢 一直到等我上大学的时候 那继续写 我就遇到了一个我的室友 我们当时呢 正好分到我们的时候呢 是一个小的寝室 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那个室友呢 他高中的时候也住校 他在高中时候的室友呢 是韩寒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韩寒 那么他呢就老拿我开玩笑 他说你看韩寒退学了啊 成名了 我说你也退学吧 我们当时呢是学医 医学专业 所以我说行啊 我说那我 我不是学韩寒 我学鲁迅吧 我弃一从文 这些都是玩笑话啊 但是呢就是 那个年代呢 对于像我们 这样有文学梦想的人来说呢 都会觉得说 哎 像韩寒呀 对吧 包括像郭敬明的 有人喜欢 我是非常讨厌郭敬明的 包括他这些抄袭的事情 但是anyway呢 就是说 像他们这种少年成名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信力 觉得呢 哎 这个是一个 验证自己这个 这种天才水平的 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表现方式啊 所以呢 我呢 上大学时候写的东西 那些散文 那时候在互联网上 开始写东西 之后呢 我把它们集结成册 定了一个主题 给那个散文集呢 命名为叫 《反爱情史》 这么一本书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啊 写完的 但是呢 没有出版 我呢 当时也投了一些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呀 中信出版社呀 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 投了几个出版社 只有这个 当中信出版社也跟我聊了一下 那个那个 他的那个编辑什么的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呢 他有一个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 稍微有一点岁数的一个阿姨吧 一个编辑 他还真把我约去了 跟他见面 那时候呢 他没搬家呀 他们那个在那个南小街那个口啊 朝内大街那个位置 很老的楼 我进去之后呢 他跟我聊天 他说小伙子 他说你看过白鹿园吗 我说没有 他说你知道这本书吗 我说知道 他说白鹿园的作者呀 这陈中石老爷子 我们跟他呢 约稿啊 打磨这个书 用了 忘了他说十年 还是十几年的时间 他说给你讲这个道理 就是说啊 让我呢 他说你 你挺有才华的 但是呢 他说你需要再继续打磨你自己 包括你的作品 呃 你应该向陈中石学习 不要那么惦记着说 很早的去出名 当时呢 他给了我四个字 我记到现在 就是说陈中石 写白鹿园的一个 呃 一个目标啊 梦想 叫 电关坐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有一天 你死了 你的这部 作品啊 你在棺材里 这个作品呢 当你的枕头 电关坐枕 也就是说 这一生啊 写好这一本书 就可以了 这个给我很大的出动 我当时就觉得说 是 我应该反思一下 啊 我是不是应该更沉下心来 去好好地写出一部小说来 从那之后呢 我就又继续开始写 写了一些作品 那都没有再都没有再写完成一本书 都是写个几万字呢 我就觉得 不对啊 没有意义 不够好啊 你就把它就 不要了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到2015年 2015年呢 是一个节点 对我来说 在那之前 我写的所有的文字 包括我那第一本书啊 《反爱情史》 包括我作为摄影师拍的所有的照片 所有的彩色照片 大家关注我印象的朋友知道 我现在 最近的这个八年时间 我只拍黑白的照片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拍的所有的彩色照片 我写的所有的文字 随着一个电脑的一个 就全没了 全丢失了之后呢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 2015年呢 一个什么节点呢 就是我要离开北京生活 就我决定要离开那个城市 北京呢 对于我来说呢 我生在那儿 长在那儿 当然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呢 我一直从小到大 我都不喜欢那个城市 就是说 我之所以不喜欢那个城市 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啊 它应该有另外一个 一个样子 它不应该是我所看到的 北京那个样子 比如说最 最浅薄的想法啊 小的时候觉得 北京的城墙应该在啊 尤其在去过西安这种地方之后 你可以更觉得 北京城墙为什么不在了呢 对吧 为什么拆了呢 对吧 是共产党拆的 对吧 是毛泽东拆的 你就会很恨他们 很讨厌他们 你就会觉得说 呃 这些东西啊 后来的苏式的那种建筑 中共的那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那些标语 所有这些东西 你就觉得非常的丑陋 你觉得这个城市 特别的丑 不应该是它原本 能够到达的一种 文明的高度 会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种想法呢 到这个2015年 我要离开北京之际呢 就变得非常的强烈 那咒思夜想都是这个事情 就觉得 呃 好像我应该写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应该假想一下 如果北京当年 它不是中共来统治 不是这种意识形态 这种美学 那这种审美 它是 比如城墙都保留了 然后呢 再把里边做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造 最后它变成了一个世界文明的旅游城市 所有的全世界的人都都想来这来旅游 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国际大都市 它会变成什么样 这就是我写天使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最开始的一个想法 就是想写这样一个北京 到底会变成一个什么故事 我不知道 这是我当时2015年要离开北京所想的事情 然后呢 名字呢 叫天使 也就是说那个城市不再叫北京了 叫天使 那个天使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北京的这个故宫啊 原来叫紫禁城 紫禁城的这个得名呢 是由这个天上三元之一啊 紫威元 由他来的 那么除了这个紫威元呢 他还有这个天使元 那么这个天使元呢 就是这本书的得名的来源 然后呢 有这个书名了 那么我就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 因为在那之前呢 我叫过不同的笔名 但我讲的是一个 既然所有的文字都丢失了 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笔名 于是呢 我就给自己起名叫北京 北京呢 写成这个拼音和北京是一样的 写成英文也是这个啊 北京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做 实际上这个呢 是我的一种观念 我觉得呢 任何一个词 它会有一个意义 它会有一个概念 你比如在国际社会上 大家看到英文的啊 北京 首先就会联想到这座城市 对吧 但是呢 有的时候又说北京当局 就会联想到中共 联想到这个政坛 这个政权 这个意识形态 越往后呢 这个这种联想会越负面 那难道说我们就必须要 抛弃这个词吗 或者只能用一个新的词吗 我觉得不一定 因为很多词它是中性的 那么对于一个词 它已经被用烂了的时候 或者大家有不好的想法的时候 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赋予新的意义 这就是我叫这个笔名的原因 也是我最开始推特上 我都没有中文啊 都是英文就是北点净 为了区分一下 告诉大家这是一个 全新的词 有的时候中间没有那个点 北京写在一起 但是会把那个 静的那个沟大写 也是为了做这么一种区分 好像它是一个全新的北京 所以呢 全新的北京呢 就是我这个笔名啊 北京 当然了有人猜测说 我是不是 很喜欢《红楼梦》里边的 北京王 那水戎 对我是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是呢 我不称王啊 我也不是什么王 所以只是北京 两个字 这就是我为什么叫北京啊 然后呢 接着往下说啊 今天可能真的会比较长 还没说起这个 写这本书的这个经历 我呢 15年的时候开始构思 然后16年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先写完了另一本书 就是我的第二本书 也就是说这个天室呢 实际上是我写完的第三本书 但是这是第一本啊 正正经经的 由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书 那么我写的第二本书呢 是这本书 之前我在节目里 给大家推荐过啊 叫一 当时我觉得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啊 也确实是由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这本书呢 是自费出版的 从香港那边自费出版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大陆那边不给出 另一个原因呢 是其实这写这本书的原因呢 是当时跟一个导演聊天啊 聊天 然后聊一个故事 然后呢 我就用这个故事呢 写了这么一本小说啊 叫一 里边的人物呢 就是这个孙悟空 贾宝玉 然后两个石头 都是石头变的 对吧 然后石头 他们之间有一些故事啊 包括唐僧 为什么去洗西经 最后一切的 就是非常偏宗教题材的 一个书啊 叫一 这本书呢 就是呃 如果大家感兴趣啊 就是可以 我把这个购买的链接啊 电子版 发到我这个说明文字里 然后大家可以去购买 这个电子版 当然了 就是说 你要是说你后面 准备买这个天室这本书啊 在国内的这个纸质版 你要是能买到的话 因为应该是快了 可能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就 在市面上能买到了啊 你要是打算买这个呢 你就不用买这个一了啊 因为一的内容 已经完全的被天室这本书给 吃掉了 吞掉 也就是一变成了天室的一部分 一这本书的大概是十万字 这个字量 然后呢 大概有变成了 缩写成了两万多字 融进了天室这本书里 那天室这本书的字数是24万字 也就是说差不多将近十分之一的篇幅 是一这本书啊 完全的融进去了 他呢不止吃了一这本书 他还吃了一本书呢 叫木野狐 木野狐呢是我1617年那会儿 写的一个科幻武侠小说 当时也写了小十万字 后来我给他暂停了 不想写下去了 那那个没写完的那本木野狐呢 也被吃进了这本书里 啊 变成了其中一个 虚拟现实世界的背景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天室这本书 把我15年至今写的所有的文字 都吃进去了啊 一个极大成的作品 接着说呢 真正的 真正的动笔啊 开始从头开始写这本书呢 是17年开始动笔的 我们就翻开看一下 开始动笔写的时候呢 我要找一个角度啊 就是说我怎么进入这个城市呢 这一个人类文明金字塔尖的 这个城市 这个天室 我怎么进去呢 我怎么写里边的人物呢 那首先想到的是一种 类似精英主义的 那肯定是这个全世界啊 最优秀的人都要集中到这个城市来 那么所有的这种人类的 文明的创新 科技的创新啊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这个城市里产出的 它是一个最好的城市 这个人类文明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会把它做一个架空 就是从1950年的4月1号 那个时候呢 并不是我们真实历史中发生的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后北京变成了首都 没有 而是完全的变成了一个平行宇宙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它不再叫北京了 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 叫天室 独立运转 然后这里边的这些精英人物呢 我就把这个都是真实的人物放进去了 比如说像这个梁思成 作为这个第一任市长 比如这个贝律明 作为这个第二任市长 都这么写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我 我觉得啊 特别惋惜的一些人类精英 比如说像张国荣 我非常挚爱的 比如说呢 像乔布斯 我非常挚爱的 我觉得他们的英年早逝啊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更活得更久一点 所以呢 在我这个书里呢 我就把像他们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啊 那大家自己看书就知道了 把他们呢又复活了 因为是一个平行的架空宇宙嘛 所以他们在我这本书里都还活着 那么乔布斯呢 是这个天室的第三任市长 那么张国荣呢 也是啊 活在这本书里 呃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啊 除了北京那个原因之外 想把这些精英人物 让他们继续活着 是一个第二个一个梦想 然后呢 在就还是在找这个门槛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进入 所以呢 最后我觉得应该把它写成一个科幻故事 那么这是一个第三个门槛 那我们就打开这本书呢 首先呢 这个非页上啊 印着五个字 叫献给全人类 呃 原本啊 我的这个写完之后 我本来一次想印在这个位置的呢 不是这五个字 不是献给全人类 是 智啊 不是智敬 是智 就一个字 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想印这八个字 呃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三个初衷 就是到这个科幻题材 我这本书写到最后 实际上探讨的是 全人类的命运 那也就说 由这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城市 但是最终会探讨到全人类 不是说集中到这个城市的人的命运 是包括这个城市在内的 全人类的 全世界的 全人类文明的一个最终的命运 从1950年一直写到2100年 等于跨越是150年 那么这个全人类的这个命运呢 我觉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呢 非常的好 虽然这个词被习近平被中共给用烂了 但是呢 还是我取这个北境这个音的这个观点啊 就是说这个词是中性的词 我要用这本书 重新的去定义这个词 重新的去展示给大家 这个词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绝对不是中共宣传的那一套 那么这个事情呢 到这本书啊 后面要出版的时候 跟这个出版社啊 编辑 这个是一个 一个交锋点 然后他们就说 不行 在这个非业上不能印 致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必须妥协 为什么是致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因为大家看完这个书就会知道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这儿 会具有某种的实体啊 究竟是什么我就不剧透了 所以呢 这本书本来想的是 是写给他的啊 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于像写给他一封信一样 但是不同意啊 那个出版社不同意 我说那行吧 我说反正呢 也确实是献给全人类的这本书 所以我就改成了 献给全人类啊 因为你要是跟他 倔强到底呢 这书就不用出了 这个书为什么最后我还是妥协 要把它出出来 后面会讲 好 这儿改成献给全人类之后呢 再翻开呢 再翻下一页就是这个序 我呢原本是不打算写序和写后继的 这本书呢写的是 其实充满的实验性 就是写法上充满的实验性 首先第一个实验点呢 就是我原本打算啊 从头到尾这24万字 不分章节 就是没有章节啊 没有什么第一章第二章 什么第一章 没有 从头到尾 从头看到尾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我是想啊 因为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 大家都是碎片化的刷这些短视频啊 碎片化的分配自己的时间 很少呢能够去沉下心啊 去看这一本书 所以我就想要去一个矫枉过正 有点这种感觉 可能不过正 但是要矫枉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特别的想要做这么一个事啊 我说我这本书不分章节 也没有序 也没有后继 你打开 就是这本书 一直看到最后结束 后来我这个编辑不同意 他说你这个太 太任性了啊 我这个读者会很累啊 你得给他们 有一个休息点 让他们稍微的 喘口气 但是我写的时候是无缝的 那从头到尾这个这个故事续下来是无缝的 可以衔接住的 然后他非让我分这个章节 那最后也是 拗不过他啊 我就妥协了 我说行吧 我就分了一下章节 分了九章 那么这个九章呢 后边是目录啊 那么 由于有了这个章节呢 我想呢 好吧 所有这些妥协的事情呢 我需要跟读者做一个交代 所以呢 我又写了一个后继 这个最后面的最后再讲 那么有了后继呢 就得有序 但是我不想写序 我就得找人写 出版社意思说得找名人写 我觉得我的有些朋友就说 我帮你找找刘慈欣吧 然后帮你找找 我之前讲过那个什么鹦鹉史航啊 还有什么 还有谁啊 反正说了好多人 我都同意啊 我说因为这些人我都不熟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水平 只是都是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 我反正能找到呢 我只有一个要求啊 就是他一定要看完我这本书 对吧 真正喜欢再写一些制言片语 去推荐 可以 那么找来找去呢 人家都是大盲人 对吧 都说没有空看 那么这时候呢 我找到了一个我的同学 我觉得很合适 他还写很合适 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文人 而且是一种民国的文人的形象 他是谁呢 就是他的外公特别有名 如果观众朋友呢 是熟悉中国这个近代史啊 民国史的 他外公是一个大名人 叫程乾 之前是国民党 后来呢 留在了这个 留在了大陆 等于变成了共产党的这么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加入共产党啊 这个我不胡说八道啊 其实我对这个人物了解的并不够 我知道他呢 是这个程乾的外孙 我们是中学同学 文科班的 他呢 后来一直在从事这个 这种文字类的工作啊 后来在这个人民 应该人民日报社下边的一个杂志 人文历史杂志吧 好像这么一个名字啊 他在里边去当这种 是主编吗 还是编辑 你看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有一些交往和联系 所以我就想到他 我觉得他应该 肯定能认真地把我这本书看完 然后看完之后呢 再看看他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喜欢呢 就给我写个序 这样呢 就给他看了 他看完之后呢 给我写了一个序 呃 我没改过啊 没改过他这个序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序呢 就是完全他看完之后的感受 看了一遍 我觉得还OK 还OK 就是基本也反映了 呃 我想说的一些内容 毕竟是个序嘛 对吧 勾起一些大家兴趣就可以了 所以呢 序是这么来的 给大家讲完了 也感谢我这个朋友啊 叫 纪鹏 感谢纪鹏 之后呢 就是这个目录了 这个目录分九章 我等于今天拿到这个书的时候 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第九章啊 标题叫我 带引号的我 第九章对应的这个页码呢 是 第279页 今天正好是第279期间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巧合 接着呢 翻开啊 第一章 的标题叫你 那也就是第一章的标题是你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我 也就是说整整本书啊 在你我之间 献给全人类 人类就是在你我之间 然后第一章打开 我整本书的第一句话 就四个字 是一句 算问话吗 不知道 大家看了就知道 四个字是 你是人吗 我就不再往下念了 这个就是这本书 往下写呢 等于17年我开始动笔啊 写17年 写到18年 写到19年 对吧 那么 对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还是具有很多实验性的 在这个书里啊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用第二人称写法切入的 这个 我可能 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啊 从来没有看过第二人称写法的小说 大家看的都是第一人称 对吧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主人公就是我 或者第三人称啊 没有我的各种各样的人名啊 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那我这本书呢 刚开始 第一句话对吧 你是人吗 我是第二人称 进入的 当然了 不是全本书都是第二人称啊 也说从第二人称呢 中间呢 又切换成第三人称 又切换成第一人称啊 又切换成第二人称 一直在切换啊 原本它是不分章节的啊 无缝的 所以呢 在这个人称上呢 有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还有 第四人称 也就是说这个 最后这个章节 带引号这个我 是第四人称 究竟什么是第四人称 究竟最后这一章节写了什么 大家自己去看啊 那么最后这一章呢 也是很有实验性的 就是整个这一章 不分段落啊 十几页 十一页吧 印成书之后 从头到尾啊 一万多字 它是不分段落 最后这一章啊 可能大家阅读起来 真的会有压力啊 这是一本挺严肃的啊 真的挺严肃的书 它不是那种网络文学 不是那种爽文啊 都不是 它可能会 有些地方会很深奥 有些地方会很 有可能很枯燥啊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观感是什么 很期待 大家跟我交流 因为原本的这一期节目 本来是想做一个直播的 之前也一直说要做直播 但是因为呢 有人给我留言呢 说我的这个订阅量啊 这个节目快到一万了 他说到一万的时候 希望我做一场直播 我一看呢 也就差不多了 可能这几天就到一万了 那你说 我那个直播呢 就等订阅量到一万的时候 我再做一场直播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书 或者对于我个人 对于任何的问题啊 就是包括我这个节目 包括时政 包括宗教 包括文学 包括任何电影 大家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愿意交流的 我们在那场直播里 在交流 那今天就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 我踏踏实实讲这个书 我也不用那么去看 那个留言啊 因为大家没看这个书 可能也提不出什么问题 我接着说啊 所以呢 这个实验性呢 有很多的实验性啊 那么这是一个科幻小说 所以里边有现实世界 有虚拟现实世界 而且不止一个虚拟现实世界啊 所有这些东西 关乎人类的 有这种意识上传的问题啊 非常多的问题啊 我就不再过多的剧透了 我全都写在这本书里了 那么后面呢 一直写到什么时候呢 写到 2020年的12月24号 平安夜那 当天那天晚上 初稿写完了 写完之后啊 就定稿 算是定稿啊 不是初稿写完了 初稿是更早之前写完了啊 写完之后一直在打磨 一直在打磨 到我说的这个 2020年12月24号的啊 写完了定稿 定稿写完之后呢 就开始找出版社了 那么21年 转过年之后的 三月 应该是三月 我就找到这个出版社啊 跟他们签了合同 也就是说这个呢 是我写完的第三本书 出版的第二本书 但是是第一本啊 真正的 不是自费的啊 这个出版社会 给我版税的这个出版物啊 这个这第一本书 呃 当然钱也不多了 这个版税就就没什么钱了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这个起印 应该是一万本起印 但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 做这个节目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 哪个点上 被中共盯上 于是呢 把我在这个国内 墙内的这本书 给禁掉 我不知道啊 会发 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个事情不知道 所以呢 等到他真正在市面上 能买到 我会第一时间 告诉大家啊 大家可以去 买一本收藏啊 大家买这本书 我并不会挣到很多钱 但是呢 他可能会变成一本禁书啊 大家就 收藏一下 因为如果说后面啊 他把我禁掉了 因为我跟出版社是有合同的 如果他把我这个书真正禁掉了 我会想办法 那个时候会想办法 把他拿到海外来 再去出版 不知道在哪出版 也有可能在网络上 也有可能变成电子版 到那个时候再说 现在我不能够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唯一能看到他的渠道 就是去墙内去买 之后呢 跟出版社啊 21年3月就签了 对吧 我以为 他们给我的承诺 也是当年就能出版 他们会去做这个 证审啊 什么的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21年过去之后 一直没能出版啊 他就国内会分什么 一审二审三审 一直审审一审是编辑审吧 二审是他们出版社啊 然后三审是 因为现在都归这个什么 什么新闻 什么宣传口啊 党党口啊 宣传口去管 后来到这个二审 到三审之间的时候 他们的主编介入说 有问题啊 这个书里有很多问题 他们要我改 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个 北京的问题 北京城墙的问题 包括里边说到的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包括说到这个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 包括这个北京城 当时的改造啊 由这个莫斯科派来的 这些专家啊 包括我还说到一些 其他的世界上各大 那些非常 著名的城市啊 都分析这些城市的问题啊 也有这些角度 我也分析了莫斯科 这些话题 都不能写 都要改 就开始 就开始做这些事啊 这是一个要改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关于 这个性爱的描写 Sex这个部分 因为这里边呢 我写到了 比如说男女之间 比如说同性之间 比如说甚至无性之间 有各种各样的体验 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啊 因为有虚拟闲人事件嘛 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些描写 也要删改 甚至关于 这些一些变性啊 一些同性之间的事情呢 也要控制 也要隐晦化的处理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点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啊 一直拖到去年 二二年 二二年那时候呢 我已经要 就是要润了 我都已经决定要润了 当然这本书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 我已经 就觉得无所谓了吧 就是你最终能出来 不能出来 我也都放弃了 无所谓 因为我 这本书呢 找出版社出版呢 我一不为了钱 对吧 二其实我也不为了名 因为我知道 出书嘛 能挣什么钱 对吧 现在除非是那种 急畅销那种 急汤书对吧 那个才有可能 我想的就是 一直想就是陈忠实那四个字 电关作诊 然后把它写出来了 这种印成了这个书了 其实后边销量多少 评价多少 甚至能不能得奖 所有这些东西 我都不考虑 这对我个人而言 是一个交代 到今天为止 可以了 就是我这一辈子 这个事情做完了 虽然我还年轻 我觉得后面呢 我还可以写新的书 我还可以做很多别的 可能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啊 即便我今天就死去 我也觉得我活得很有意义了 做完了这一个事情 很好 之后呢 我接着跟大家说 我要认出来这个事情啊 那么21年的10月份 10月24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开始做一个IP 就给大家讲过 叫2084 一个科幻IP 实际上这本书 就是那个2084的一个原IP 比如说2084的所有设定 都是拿这本书 里边写的这些东西 当背景 当背景故事 那这个书最后写到2100年 对吧 但是再往前倒 16年 2084年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表世界 比如说在这个 现实世界之中啊 不是在虚拟现实世界之中 在现实世界中 是什么样子呢 那一个年 2084年 在表世界发生的事情 我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展开 因为视角当时是在这个 虚拟现实世界里 所以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我要把当时的表世界的状况 2084年我要展开 去写很多新的故事 当然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所以呢 以此为原 原IP啊 原背景 我创立了2084这个科幻IP 打算写 当时打算写 作为一个重创的平台 大家都来写 大家看过这本书之后 感兴趣都来写 这个2084的故事 打算写几百篇故事 最终创作2084个角色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是也有很好的朋友啊 我们就是当合伙人 我们就开始运行这个项目啊 我是创始人 2021年的10月24号 当时以为啊 11月12月这个书就能出版了 当时是要这么做这个事 结果啊 没有 后边什么元宇宙啊 什么这些浪潮都起来了 我这本书也没能出版 我说你这东西 如果出版了 对吧 你元宇宙其实在我这都是小儿科啊 我这都是一个 元宇宙的终极形态了啊 你元宇宙都是初期版本 我这是一个终极版的元宇宙的一个最后的样子 我都写完了 那当然我的书一直没出来 那么到这个22年的时候呢 出版社 我不跟你说了吗 刚才说的所有这些东西啊 让我改 让我改 尤其是这里边写到北京这两个字 要改名 到22年的时候 最后三审跟我说这个话 我也妥协了 那我想那就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要为我这个2084的IP负责 那我有合伙人 我有好朋友 所以我不能 也不能一气之下 我说这书就不出了 你要不让这里边叫北京 我就不出了 我想当时呢 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契机 就是在中共那种审核之下 这种框架 这种铁链和约束之下 我呢要去做一个重塑版 这是我跟我那个编辑 我那个编辑其实很好啊 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个节目后面这样的话 会不会给他惹一些麻烦 应该不至于 因为我已经按照他的要求 把里边都既然能出版出来 对吧 已经符合他的标准 那么我后边做的事情应该不会影响到他 他也不知道我做这个节目 我很感谢我这个编辑 我们后来也见了一面 就我在离开北京之前 我们也见了一面 挺好的 这个人 之后呢 我们就聊了一个事情 我说那好吧 我说我去做一个重塑版 按照你们的要求 在这个重塑的过程中 可能我能探寻出一些新的意义 在这个书里 因为我觉得一本书呢 不是说出版出来之后 它就死了 它是活的 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 是重塑版的天使 不是我最初写的版本 差多少呢 差小一万字 七八千字被删掉了 有点可惜 对吧 但是 我可以保证的是啊 我真正想传递的 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包括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设想 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最终的一个思想上的高度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我在里边夹带了 这个重塑版的过程中啊 夹带了非常多的私活 我也不知道这个编辑看出来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 最终的那个党口 这个总审有没有看出来啊 应该是没有 要不然就出不来了 对吧 所以我夹带了非常多的私活 所以这个思想的高度 大家不用担心 只是一些措辞 符合了他们的要求 比如北京 在里边不叫北京了 我们知道北京 那之前还有叫北平 对吧 在自古呢 叫幽州 是吧 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从这儿啊 用幽州的那个幽 去命名这个城市 它自古呢 叫幽城 幽城呢 到北平那个时代呢 这个幽字改了一下 变成了单幽的幽 幽城 再到北京这个年代呢 由这个单幽的幽呢 又改成了幽良的幽 变成了幽城 所以在这个书里呢 北京改名叫幽城 当然不影响 因为真正要聊的是天室 不是幽城 还有一些 比如上海啊 改名叫海市 还有一些 反正涉及中国的 都改 包括啊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在这本书里 好像是把 中国这两个字 删干净了 因为我其实也挺生气的 就是你们非得让我改这些字 我把中国删干净了 包括这个长城 我都给他改了一个名 那长城呢 不叫长城了 叫尾墙 你不是是伟大的城墙吗 对吧 那么变成尾墙 其实在影射 它是一个墙古 那么尾墙呢 也是尾墙的谐音 因为我原来讲过这个故事 那么最早修建长城的时候 实际上是为了把人围住 不是为了怕这个少数民族 因为少数民族 北方的游户民族过来 是要抢人的 把人掠走 所以这个 包括有些人 他自己会逃嘛 他不想去交这种科捐杂税啊 不想去种地 他会往北边逃 所以长城的很多功能 是把人围在里边的 是一个围墙 所以我在里边做了很多 重塑版的过程中啊 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去夹带私货的 又升华了一些东西 所以挺有意思的 那么当然了 如果有一天啊 他这个书被禁掉了 他能够我把它拿到海外来出版的话 我会再把它重塑一遍 把过去被删的一些东西加回来 一些描写 一些我说的更露骨的东西 包括可能我新的一些想法 可能若干年后 我会把这个书 就像这个导演剪辑版一样 我可能再做一个全新的版本 在海外去 再去出版一遍 有可能 大家当然这个 这个研制过早了 先看这个版本啊 非常的好 其实我觉得 接着呢就 不再说了吧 再说就全都剧透了 那么24万字 写到最后的时候呢 最后一个字 也落在我这个字 对还有这个东西 最后一张完了之后呢 最后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叫表世界年表 就是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我这个故事里发生的 从1950年 发生的一些大事 一直到2100年1月1号啊 这一个年表 这个年表是我自己做的 这是当时编辑希望说 希望我做这么一个东西 加在书里啊 全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后面还有第二张表 是我其中一个虚拟现实世界 就是我写的另一本书 已经被他吞掉 那个科幻武侠小说 叫木野狐 那么木野狐呢 变成了我这个书里的 某一个 某一个啊 虚拟现实世界 它是一个科幻武侠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关系图 那我做了这么一个表 反正也看不清楚啊 你待会儿在书里看 当时我还做了另一个表 那那个表后来放弃了 没要的 因为我做了三张表 那么现在剩了两张表 放在这个书里 都是我自己做的 其实我还做了很多的校对工作啊 一直到最后印之前 我还在跟他 给给跟他们校对啊 毕竟我是一个毫无名气的作家啊 能给我正经的出这个书 付我版税的给我出啊 不是让我自费的书 已经挺不错的了 呃 所以他们也其实也没那么重视我啊 最后 最后有一个后继啊 后继呢叫拔 那我写了一个后继 这是写这本书的 就两页 那我最后跟大家说的一些话 我就不在这念了 可能会有一些剧透 如果买了一个书 大家一定记得最后看一下 我最后跟大家说的话 一个后继 最后说到呢 这个书的封面 这个书呢 原本的封面呢 我2020年底写完定稿的时候 我自己做了一个封面 然后呢 去给这个出版社投稿啊 然后出版社在21年的时候 给我做了第一个封面 不是这样的 是一个 呃 一个现在的北京城的一些样子 一些倒影 那有一些 有有有 背景是一个天坛啊 然后有现在那个 北京那个大裤衩啊 包括包括中信的那个楼啊 中国尊是吧 那个那个有一些幻影在里边 上下颠倒 呃 偏那种黄色的啊 彩色的一个图 呃 呃 那个图呢 包括我最早做 那个那个我到时候都会在推特上发 啊 就是我的这一条推文 下面我会把它写成一个长推文 关于天使的一切 我会慢慢的都在那个推文里去完善的写下去 呃 之后呢 到去年的时候呢 出版社跟我说 那个那个封面图不能用了 啊 因为上面有北京的样子 所以审完之后也不能用 于是就变成了这个封面 啊 我说行 我说你给我弄一个 最抽象啊 抽象的 然后他们就给我设计了一个这个 全是这种 全是这种条啊 这种上下颠倒的 为什么 有地上的 有天上的城市 对吧 这些 大家看完这个书就都知道了 啊 我觉得这个封面 也很素雅 我觉得也很好看 啊 我就接受了 这个封面 然后呢 就是 最终的事了吧 他们给我定价 48元 当然我相信在中国 纸质书 可能到时候 如果在什么京东淘宝啊 这些渠道上 可能应该会有便宜的价格 能买到吧 我相信大家肯定能买到 这个价格呢 也不是我定的 他当时跟我说是 50以内吧 然后好像说是45以上 还是怎么样的 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就48 对吧 我不喜欢49这个数 因为49年 我也不喜欢47这个数 啊 46也行 啊 然后他们就给我选了48 嗯 就这样啊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哇 我已经聊了45分钟了 啊 那我觉得 所有的这个事情呢 我应该都说清楚了啊 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没说的 应该都说了吧啊 以后想起什么再说吧 因为也没有去定下来 今天到底都说什么 我已经反正把 为什么我叫北京告诉大家了 啊 以及这个书天使 关于天使的一切 也都跟大家说了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呢 再聊 希望 呃 我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支持 去买一本这个书 有可能成为禁书的 那么买一本收藏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们能够见面 我就想办法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给你签名 我给你写一些什么话 都可以 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我自己只有这个样书 就是这个状况 呃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然后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意见 都可以来跟我交流 呃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啊 如果暂时 再再打个广告吧 啊 如果暂时买不到天使的 又对我写的故事感兴趣呢 可以先看看一 对吧 虽然我把它十万字的书 缩写成两万多字啊 融到这个天使里了 但毕竟是一个缩写 对吧 两万多字跟十万字 所表达的东西 还是会不一样 那么这本书呢 是完完整整的一 它是十万字的 那么 电子版啊 在我这个说明文字里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上去 啊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去买一本先看啊 支持我 然后后面有机会的话 好好看我写的这本天使 这是集大成的作品 那么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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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